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博佑基金会是一个专门帮 就是家里学习资源不足的孩子 那个学习资源的不足可能来自于 他家里是一个经济比较贫困的家庭 或者是他是住在比较偏远的地区 那等于是他在学习上这一块是没有人帮他 那博佑就是专门在帮助这样的孩子 卓水 我们称卓水中心 那边的孩子大部分都是原住民的孩子 就是不能组原住民的孩子 那那个困难其实会回到 刚刚我说的是 家长多数都外出去工作 那我们的孩子很多 就会跟着阿公阿嬷一起住 他回家之后其实也没有人教导他 那阿公阿嬷其实是完全看不懂 他现在在学什么 那这个地方比较特别就是 他的老师就几乎是部落的妈妈 这些克服妈妈其实就是重新学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他反而创造一个效果 就是孩子发现 有一个正在学习的大人的典范 我们过去的数据发现 其实我们博佑基金会的学童 国山升学以后 大部分大于六成的孩子 会选择技职学校 包含高职或无尊 那其实我们蛮希望这些孩子 在未来能够有一技机场 然后让他们对于未来的 升学的方向呢 有所基本的掌握 或是更多的认识 跟幸吉合作 其实今年是第二年 那我自己的影响 那个是其实主持人在想 在跟我们的对答里面 其实他们想的是怎么样 把我们的服务很精准 又明确地去传递给观众们知道 然后幸吉也很关心孩子 比如说他知道我们孩子 在客服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会补充牛奶点心 那幸吉就也听到了 也立刻就赞助我们 让孩子可以补充营养 这部分也是很需要的 博佑做客服 其实已经做了18年 现在进入第19年 那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很强烈地感受到说 因为毕竟台湾其实 现在也是少子化得非常严重 那这些孩子未来都会长大 那我们希望他们长大后 都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对社会有正面贡献的人 让知识带希望回家 Yeah